沈富雄20日在政论节目《绍康战情事》中表示 现在想来想去 我们都上当了 每天都在讲这些事情 重大的事情都不讲 所以这是柯文哲的阴谋盘算 柯文哲跟黄珊珊是狼狈 互相利用 柯文哲把黄珊珊丢出来 就可以让大家讨论 对案情没帮助的 沈富雄指出 我觉得最匪夷所思的是 柯文哲的敬拜一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坏人进去的 后来钱多了 这个钱一夺 邪念就让心动了 不约而同大家渐渐运 做出一个模式出来了 沈富雄接著说 这个模式就是 进来的钱尽量少报 出去的钱就扶报 搞来搞去就有差额 这就是洗钱 洗钱的目的 就是让这个差额 跑到大家要去的地方 沈富雄提到 柯文哲说 钱没有到任何人的口袋 怎么会没有 钱到某些人的口袋 就是这个弊案的最原始动机 现在怎么胆子这么大 微模空前 沈富雄最后也断言 我觉得减调的速度会很快 我认为民众党和柯文哲 正在烈火中焚烧 民众党会走进历史的灰烬